我发现留学日记做了四期了 但我都从来没介绍过自己 我叫王哲 因为长得比较着急 所以大家都喊我王大爷 我现在在麻省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 上The Wintern School的12年级 眼看着就要毕业了 最近却诸事不顺 想利用这期视频呢 倾斜一下我一肚子的苦水 有看了我前几期视频的朋友跟我说 你日子过得太爽了 今天去迈阿密明天去洛杉矶的 怎么这么潇洒呢 但正是因为做出了这几期华丽的视频 在过去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 我工作日每天大概只睡四到五个小时 就这样 作业写都写不完 成绩一落千丈 上上周末 从博士顿去洛杉矶 光在路上就折腾了两天 结果一激动 在口差的门口还买了假票 没进去 很是尴尬 所以制斗了假票贩子 也算是苦中作乐吧 上个周末呢 运气也不太好 去了趟Atlanta想拍 Emory University 结果赶上大学 不仅片子没拍成 回来的飞机还延误了 回学校迟到 被给了curfew violation 这个周末就不许我出学校了 还得早起干农活 这还没算完呢 我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把北美校园第四期 哈佛大学的下半集发出来了吧 结果电脑突然坏了 说什么也打不开了 没辙 只能下周末再进程修电脑了 但是这要修不好呢 我后面两期已经拍好的视频 可就白拍了 我发了条朋友圈 结果没人问我视频还在不在 只关心我为什么没穿衣服 事越多的时候越来事 晚上想冲个澡 结果还没热水 干这个冷水澡 我的机器变好小啊 这个星期就要考AP了 紧接着有两个实业的 毕业论文要写 现在压力善大 不过我相信 在几十万的留学生群体中 可能我这点事 都不叫事 就像是当时买了假票一样 虽然心中好不是滋味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还觉得是一件挺有意思的经历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 Final Weekly 不论是托福SAT AP 毕业论文 还是期末考试 都能从容应对 笑看明天 关于我的电脑 我以为他可能是太累了 就带着他溜溜弯 但是并没有奇迹发生 所以说 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的 共勉 微信关注有路子 听说 最酷的留学生 都在这儿了